音樂 風災一打一打一整萬棵樹是很驚人的數 實際上香港每年都有這個數字的樹木 我们是否继续丢去堆田区算数呢 除了天灾 城市发展都会终结大量树木的生命 大型的工程 牵涉到一些林地、直林的地方 纤维单位的树会移除 香港平均每天气质的园林废物 大约有200吨 如何将这些木材回收再造 真正做到木尽其用 是一些公园的长椅 才计计了一个金属架 让木板可以安装上去 固定在某个位置 就算有风灾也好 它也不会整个吹走了 这道门有百多年 它是煤了,有点烂了 我就尽量用一些材木 补回它烂的 做木工 把树木变为家具或有用的东西 不要浪费上千赐给我们的 这么贞质的资源 这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叫他取回当中的一部分 木材而已 是铁器、机器 没有什么企头鞠、皮带鞠、风车鞠 全部都是拨烂热给你 这个地方是权宿的朋友借出来 让他重建建木厂 位置就在旧厂附近 新木厂的规模 比起原先宿减超过一半 但权宿就没想到这么多 只是想专心处理好手上的木材 借地方给我的老朋友 在国内寻堂皮带鞠 就是打横戒的就是这堂 大了十多万左右 也有一种缺陷 太大枝我们戒不了 我尝试过寻堂电药区来 把大围的树戒开 但是时间很长 一两天就戒得 把大围的树戒开 很免得失事 虽然坏了 但我都可以花少许时间 重新地做一批应有的工具 这些木材最重要是 能够有继续生存的空间 香港木业 在全盛时期有十几间木厂 后来因为环保原因 政府在九十年代尾 立例管制木材入口 加上建筑用的木材 多数改用外国已经构好的环保木 令到构木厂这类木材加工业 越见适味 其实权宿多轻卫 在之前就已经将木厂转型做废木回收 经营下去 我们在近十两二十年 都称为回收 香港的那些静余的 没有用的那些木材 它们称为废料 我们将它 这些废料化为一种有用的 我们也可以换到 希望得到的人工 期间我们回收过湾仔码头的防撞木 其实这些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告诉世人 废物也可以变为一个艺术品 不要浪费上天赐给我们的 这么贞贯的资源 这些比较清晰 权宿弟弟王鸿强 80年代去到北京古功学艺 回香港之后从事古迹复修 他说香港以招标的形式 做古迹复修 但是受到成本限制 种标者想找平价材料 在回收木材里尋寶 都是一条出路 前人用什么物料 我们用什么物料放进去 是很专业的一门学问 根本用专业的东西 成本一定是高 所以我回来自己有 我就在那里取材 他最爱来做古迹复修 气味、颜色、木纹 我们看一看 可以看得到他知道他是不是那种物料 在外地订的木材回来 正好标准的木材一定是昂贵的 我在自己那里拿回这些正好标准的木 我那个成本会会减低一点 王鸿强做过很多服收项目 包括景田广瑜邓公池 元朗二帝书苑、荃湾三栋屋等等 当众这间老班先师庙 是他比较难忘的一项工程 还说就算贴钱也要照做 老班庙是江水十六年 大约140多年左右 这里青年台困难就是运输 因为上三百多级石级 下三百多级石级 不值不够就一定是很难做的 譬如这里 当时我只是建过雨水棚 都要十五万 就是我份工程贵得六十五万 完全是亏本的 就是初初是没有人做的 后来我想一下我吃老班饭 没理由不做老班料的 那就接着来做 我们做芽要清掉上面的旧芽 然后钉好角板 然后才放一些芽片 重新去装上去 用回收的 譬如那些电灯铲 用来做粮做厨是非常之好的 我在香郊私人做的 那些客家屋 那些横梁 那些栋 我都是用药水铲去做的 就是中电的那些电灯柱 他做过药水 做过防腐的物料 滲了到木头 那条木里面 那些白蟻就少机会去侵蚀它 那它就耕用久一点 我就拿电灯洞 开了一寸四寸 那便放回上去 因为那些电灯洞 用了防虫的工序去做的 就放了上去 因为你有雨水 有什么东西 不能滲进去 那些白蟻吃不到 那条木条就没那么容易霉 用回收木复收古迹 效果令王鸿强好满意 至于哥哥权叔就决定 往后不会再回收木材 因为估计两年之后 古栋北第二期发展收地的时候 他就会退休 又搬了一个 他回来从未接收过 新运来或者木材 或者要求送给你的木材 希望怎么办 清掉了 接收了木材之后就OK 其实木工班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来解决这些木材 可以唤醒人知道 你以为是没用的 现在可以变成一张椅子 你坐下 然后是一种叫做 自己的创作结晶 间接就是希望多些人 认识大自然对我们的恩惠 我们要对他们感恩的态度 其实我今天都是来很自然地 探望权哥 自从拆掉它之后 都想看权哥的情况是怎样 另一方面 我都觉得权哥真的很有心 在这半年之内没有一间厂 然后这么快也可以再设置一些 基本的木工器材 也这么有心再继续木工班 其实我觉得都已经很厉害 建筑师叶俊亨 早年有份与权叔合作 利用湾仔码头 拆下来的房状木 再造成木家具 他来到见到森木厂的机械 效能已经没得 跟之前的商提并论 也有点唏嘘 譬如有些地方是私人地的 但可能它要做再发展 其实它都会斩很多树下来 可能不一定一定是天灾 令到雪楼下来而要处理 其实这类型的建筑厂 其实始终都有它的存在价值 当然现在Y Park有 可以取得到一部分 但可否做全香港的所有树木 我觉得又未必足够 做设计师、建筑师的时候 经常都想用不同类型的物料 再生的物料去循环再造一些东西 觉得其实这种物料 其实还有很多可索性 究竟是否真的 就是这么容易把一些木 变成垃圾 其实问心说 大自然的东西永远是永恒的 做木工 把树木变成家具 或者有用的东西 就是最自然的人类的 生存方法之一 那为什么当它没用呢 10号巨风上号 已经发出近9个小时 横花圈首当其冲 2018年山竹杂港造成的破坏 不少人记忆犹新 垃圾的中数 更是前所未有那么多 看见一棵棵垃下来的树木 当时有多少人会问 这些树去了哪儿呢 这么大量的木 其实最终 因为我们没有任何设施去处理 从而最后要去堆平区 其实令大家都不是很能够接受 这些没有叶的枝条 其实就是一些枯枝 也反映了一棵树开始老化 除了树冠的叶会稀疏 其实很多时候树架的底部 都会有一些真菌生出来 折断的机会也会增加 苏国研Kent 长年研究不同树木品种的特性 包括树木的护养 保育和风险评估 近年还特别关注 修剪之后的废木处理 香港其实每年 如果不是那些超级颁风 未必数量很多 反而就是每年的风险管理 会有一些枝条斩下来 或者有些有问题的树木移除 可能一些大型的工程 牵涉到一些临地 或者有些直临的地方 可能以纤维单位的树 会移除 这些就是我们香港这些 木和树相关的 原林废物主要的来源 以台湾双丝为例 港英政府自1950年代起 在路边和人工邪波大量种植 但是台湾双丝的寿命 大约是50至80年 所以由2000年开始 当局逐步更换 种植其他树种 政府现在开始做一个主动的 更替、更换的工作 所以近年台湾双丝 斩下来的量是确实比较多的 包括树干、树枝和树叶等原林废物 香港平均每天大约有200公吨 政府的回收中心Wide Park 大约可以处理到60吨 主要会打成木税 再转化为其他用途 而坊间亦有少数的私人木工厂 会自行回收这类木料 一般如果是我们收的长度 最好不要短过一米 如果真的短过一米 我们也会收的 但是可能量就相对少一点 木雕艺术家Perry 经营木工厂十几年 他近年都有向路政署 回收斩下来的台湾双丝 升级再造成为各类优器设施 我举个例子 例如最近刚刚做另一个工程 叫翠平河的活化工程 其实我们有两款产品要做 一款是一些公园的类似长凳 我们会先计计了一个金属架 让这个木板可以装上去 我们就再将这些回收的木料 就拿过来在机床戒了 割完之后做了干燥 干燥完之后就上去刨机 刨完之后 再拿去割床戒多一次 其实大致上就完成了大约五六成 之后就因为上面的公园椅 也都会有一些文色要打回 譬如那棵树的名字 有个我们需要用到laser cut 会打回它的文字或图样 我们割了有一些皮料 可以用来做一些植坯的用途 另外一些副产品 即一些木花炮花 我们尽量都不会浪费它 可能会被一些农夫 又或者一些菇墙 用来种菇 或者用来做它的土壤改良 有时候我们砍了下来 那些树头怎么办呢 那些树头我们就会找一些 可能艺术学院 或者我自己本人用来做雕塑用 其实善用这些剩余的材料 我想是做树木回收应该要考虑要想的东西 很大 它们需要做树木回收 但是来说树木回收 有了 その配合 我会用来做树木回收 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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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收再造的木装置 一张椅子、一张桌子 都是近在止尺 是大家在生活中摸得到、用得到的物品 我想做回收木的时候 是大家用的时候起码开心的 亦都是我们称为便宜的 大家是负担得到的 如果不是这样很难推动到 大家可以积极地用这些材料 或者关注这些树木的回生问题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